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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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现在已经有80几个人在我们的直播间上面了 如果说大家今天对我们讲的内容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做留言 留言的话我们会留到最后 心里这边可能也会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享跟常见问题的问答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这几天广告到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在政策更新上 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等一下除了就是仔细的听我们的介绍跟分享以外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好那今天呢 其实相信大家进来这个直播间一定都已经期待非常久 就是满头问号非常久了啦 就是我们到底最近其实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iOS 苹果iOS14政策的更新 那我们先简单来讲一下这次的政策更新有哪些 好最近iOS的更新上的政策其实影响我们的悲速广告还蛮严重的 那目前来说就是现在用户蛮注重隐私的部分 所以现在iOS的用户都会收到一个通知是说 是否愿意被广告追踪的这个提示 那这个提示就会影响到我们后续广告的追踪 那也会造成数据上延迟的部分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Apple这边呢 在iOS14作业系统上面 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发表要推出一个叫做 反广告追踪的这个项目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在过往我们在投放广告数位广告上面 其实最令人就是非常兴奋的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追踪到非常多用户在网路上的行为数据 然后藉此来做更多精准的广告的追踪跟转换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隐私权政策的保护之下呢 如果说在用户不同意分享资讯的状况下 其实呢会影响到 可能过往我们再搜集这些用户行为资料的 这些量体跟精准度 ok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 就是但是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太遗憾 因为等于说其实苹果是在保护我们的隐私啊等等的 那大家都是可以自由的选择 ok 好那这一次的就是iOS4政策更新 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还不是很知道这一次的更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欢迎我们等一下小帮手会贴一些资料跟连结在我们的留言区 那你可以再详加的阅读 好那再来呢 这一次的更新政策到底会影响到我们品牌的广告主有哪一些部分呢 那我们这边其实就帮大家罗列了五大重点 五大重点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好那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分析的报告会延迟 这个件事情是怎么说呢 刚刚有提到因为iOS14会限制大家的隐私嘛 那可能最后追踪到数据会还蛮有限的 那以往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追踪到数据 那未来可能因为大家可能按了不接受 然后数据上的延迟 那最多收到的资料会延迟到三天左右 ok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过往可能很及时就可以收到一些用户的行为资料 但是现在可能会延迟到三天左右的时间才收到 那这部分的话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一些在广告上面的一些数据的判断 ok 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影响的是不提供人口统计资料 对啊 以往我们可能可以去区分我们广告的受众跟TA 那可能可以知道我们年龄层我们的性别 我们地区跟版位比较详细的数据 那在未来因为隐私权受限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不再看不到说我们广告实际上的TA 实际上的性别地区的成效的状况 对那未来可能变成说广告受众 可能要再多度尝试做测试才会知道说我们实际上 投放的受众你的数据的轮廓大概是落在哪里 ok 所以其实在未来很有可能这些我们现在在使用的人口统计资料 未来有可能都没办法那么精准 没办法有这么多的资料跟数据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其实我们广告组可能刚开始已经投币广告一段时间了 那可能会大致的知道自己的轮廓会落在哪边 那如果是第一次开始最近才开始经营电商啊 然后开始要派投广告的人的话 会蛮建议多方的尝试 切年龄层切性别切版位的去查去确认在广告投放的状况下 去看说我们哪一个地方成效好 那最后再投资在好的地方上 ok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广告的数据也是一个指标 那如果说自己本身的网店里面已经有一些转换啊订单啊 其实也是可以来做一个轮廓的分析 那其实整体来说 呃建议大家就是在 呃不要以单纯以就是广告这边的受众轮廓来做通计 而是整体品牌上面你的产品啊你的整体品牌到底是适合哪样的受众 这个部分大家就是呃可以持续的在理清跟这个呃去看这些数据的资料 ok那再来呢 其实讲到一个就是归因期间的改变 那相信这个就是最多人有最多问号的一件事情 就是归因改变 那据我所知 之前我们的归因期间其实是从7天到28天都可以计算嘛 对 那这一次的改动呢 就是我们会改成呃 呃点月后的7天跟这个浏览后的一天内 那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呃应该说以往我们可能在数据上都会去追踪广告28天之间的成效 对 那以往我们看数据会觉得我们Facebook转单会非常漂亮 因为我们追踪到28天的行为的事件 对 那可能未来缩短之后变成7天的话 我们可能在追踪上会有一些数据的落差 嗯 那有这些落差之外呢 就是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在呃 我们在广告后台去看一下我们以往28天转化的数据跟我们近期 呃 归因改成7天之后数据的比较 嗯 那去查看那中间的落差在哪里 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店家可以尽量可以让消费者在短期间看到广告就可以立刻购买 ok 维持在这个7天的数据上可以越来越准确 ok 所以其实白话来说的话就是在过往可能28天内 只要用户有看过浏览过你的广告 那接下来他有做转换的动作28天内都可以计算得到 对 那可能这个成效数据都看得非常的好看 那尤其是针对那些呃可能呃 呃 产品有一周期比较久啊 或者说可能消费者有一周期再久一点的店家来说 这部分可能会相较影响稍微大一些 嗯 那当然是说呢 其实不管是不是归因的这个呃 改动 那我们其实同样做这个行销策略品牌行销策略的时候呢 其实最东西目标 当然还是希望说 哎我把这个广告曝光出去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广告 我都希望我的消费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做到转换的动作 转换购买的动作 那当然我们就以这个目标为前提去制定我们所有品牌的内容 所有的行销策略 所有的投放渠道 那也不是只有Facebook这边我们才会需要做一些什么改动 而是我们说整体的行销目标都应该做一个更完善的规划跟目标策略 ok好那再来呢 有一个是目标受众的限缩 这个部分怎么解释呢 对啊以往的话我们可能还蛮着重在在行销啊 自定受众跟类似受众的部分去强打这些受众去进行转单 那未来因为受限于我们隐私权的部分可能收资料上会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以往在行销数量已经很少了 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少 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要积极的顾客开发之外呢 也要掌握自己本身有的第一帮资料去做判断 ok所以说呢 除了这个 虽然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受众会限缩嘛 那等于是说就会非常的推荐大家 推荐大家在自己的网站进行会员 因为会员的话你请他加入会员注册会员的时候 同时可以搜集到蛮多的资料 那注册会员提供一些相关的折扣优惠啊 或是说会员的收客回馈的机制 那这些部分呢都可以有效的替你提升所有的回购率啊 在行销等等 那也不是说只有透过就是一般的出位广告去布局你的顾客的来源 ok 好 那再来呢是一个就是非常多店家一直来问 就是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可能比广告归因期间的改动 还更不确定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个问题 那这次的改动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事件的限缩 等于是呃 Facebook这边提供一个网域只能优化八个事件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比较不了解 那我们有准备一个图片向大家一起来看 好 那在图片上面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过往啊 其实我们在搜集这个用户的新闻数据的时候呢 像是很多的我们广告组品牌组你们可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面 除了浏览加入购物车购买等转换事件以外呢 我们可能还会设定一些自定的转换事件吧 包含像是他可能看某个分类页面 我可能就把它归类为 我有看过分类页面的这群人 那他可能是呃特别special或是特别精准的某一群受众类型 那我再去做一些类似受众的扩大 ok 但在未来呢 呃因为用户追踪呃反追踪的这个政策关系 其实在事件回传的数量就不能有这像以往就是所有资料我都收集的到 那在之前我们没有限制的时候是所有在想怎么怎么收集可能都收集的到 那现在呢其实就只能回传到八个事件 ok 那如果说你当呃这个苹果的这个iOS4用户他如果不同意分享这些资料的话呢 他也只会回传一个优先事件 所以等于是说现阶段呢各位品牌组跟广告组都可以想一下说 诶如果说我真的要留下八个事件的话呢 我们到底应该留下哪八个 那以哪这八个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那最优先的 当然是说因为现在这个转换事件的部分在 脸书后来还没有出现嘛 那对还没有出现 那大家如果就是现在现阶段我们可以先及早准备 然后顺便思考一下自己的行销策略跟广告投放的策略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再来做一个呃当这个转换事件真正推出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不用这么的紧张 ok那再来提到这个转换事件剩下八个吧 那什么又是一个网狱只能有八个事件呢 好以往我们可能一个网狱上会买多个像素 然后追踪很多个事件 那因为受限的关系我们未来呢 一个网狱只能有八个转换事件去做优化 那这影响比较大的会在于一些比如说有很多分店的店家 可能他在香港有分店在东南亚有分店 那要确认一下说是不是都是共用在同一个网狱下 那如果都共用在同一个网狱下的情况 可能这三个地方都只能使用这八个事件 哦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我过去我的跨地区的这个品牌网站的网狱是 什么hk.shopline.com,mr.shopline.com 那我这些网站都只能共用八个事件 对没错 那比较佳的解法是什么 最好的解法是可以看我们图片上最左边那个品牌的 品牌区域的这一块 如果是区分每个地区的网狱的话 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独有网狱的状态下 一个网狱就还是可以维持八个事件 变成说我三个网店三个网狱就会有24个事件可以使用 而且是针对不同地区来做这个转换事件的这个布局 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些跨站跨区域的网站 或者是网狱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往我们图片左侧 就是绿色这一块的方向去发展 那如果说你现在还在使用免费网狱的话呢 如果想投广告非常建议大家 赶快就是先购买一组自定网狱 ok那shopline这边的话也可以提供大家非常多的协助 好 那其实在前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 这一次的Apple iOS4政策更新 到底更新什么样的内容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提供的就是 这次政策更新下黑社会影响到的五个问题 那以及问题我们刚其实前面稍微讲到一些应对的方式 ok 好那再来呢 就是这边想跟大家做一个统整的分享 是说我们电商的平台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情有哪三件事呢 那依据Facebook官方的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期望大家就是能够先做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验证网狱 那为什么要验证网狱呢 就是其实不管今天是不是这个政策的影响 那再来第二点是升级我们的转换API 那在转换API的部分的相信很多在直播上面的观众 或许你们是第一次听到叫做转换API 那其实在过 在我们去年的10月的时候 其实Shopline跟Facebook已经有做一个合作串接的Facebook商业扩充套件 那这个商业扩充套件里面呢 其实就协助大家能够一秒的去升级转换API 那什么又是转换API呢 其实就是当过去我们在搜集用户行为数据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Facebook批手就是下诉 那安装在我们网站上面 那透过这些代码的回传 那让Facebook的资料系统可以知道说 现在A用户看了Facebook广告 然后进到你的网站 然后做了哪些行为 点击啊购买啊等等的资料事件 然后做一个cookie方式的回传 OK 那在现在呢 如果透过转换API API就是系统资料 伺服器的资料对接 那伺服器的系统资料对接呢 其实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一些 可能像是浏览网站的时候 当然网站有发生什么问题 然后消费者可能自己在自己的手机上面 没办法追踪到那么多资料 或者是说他有开启一些阻挡广告 ADblock这样的阻挡广告的程式 让你没办法去拿到这么多用户行为的资料的话呢 就可以透过转换API的方式 透过系统资料彼此之间的对接 那回传资料 那第一就是可以提升资料的精准度 第二就是改善你的数据的计算嘛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那第三件事 你就是刚刚一直有讲到 其实可以开始规划 你的八个资料时间要多加八个 优先顺序排列 好那当然是说 除了这个优先顺序之外啊 那像是你整体的媒体策略的采购分析等等 其实都要做一个重新的规划 和思考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大家最近开始 应该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感受到 Facebook广告的这一方面 会有一些小小的动荡 那在这个动荡之下 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跟提前做好一些策略的规划 一定会是比较好的 好 那当然呢 除了刚刚我们有讲到嘛 就是我们提供大家三个一定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验证 网狱第二转换 身体转换API 第三个就是开始规划 跟提前准备你的品牌行销策略 那这边的话呢 Shopline 大家也想知道 Shopline到底替你支援什么 对吧 因为呢 这个Shopline呢 其实在近期内 马上就推出了就是 验证网狱 快速验证网狱的这个功能 那 相信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 如果想要自己去验证网狱的话 多多少少有些问题 很多店家可能 连自己在哪里买网狱都忘记 对 自己买网狱都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 那更不用说就是去设定 那么复杂的流程 那现在不用做这么多复杂的流程 Shopline在商店后台开了一个栏位 那只要到那个Facebook系列关系平台 复制这个验证网狱的代码 那贴到Shopline商店后台 就可以完成网狱的验证 那是不是超级快 超级方便 好 那这部分是Shopline 就是贴心替大家提前做好的一个准备 那刚刚其实也一直有讲到 就是我们的Facebook商业扩充套件 那这个商业扩充套件呢 其实在我们Shopline商店后台 已经存在很久了 那只是说 我们在去年跟Facebook官方做合作的时候呢 其实做了一个新版的商业扩充套件的升级跟串接 那升级的部分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新版商业扩充套件里面 安装的时候 同时就会拥有转换API的资料 那再来就是所有的资产都可以做联动 那还有就是串接到我们的Facebook Shops跟Instagram购物的功能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你以前是使用旧版的商业扩充套件 非常建议大家今天或明天或过年前 赶快去换成这个我们的新版商业扩充套件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安装过就赶快去安装 那安装的好处当然就是所有Facebook上面的资产都会做一个联动 那再来就是可以一秒升级转换API 那为你接下来广告资料做一个布局 那第三点就是Facebook Shops跟Instagram购物在去年底的时候 做一个正式的推出 那大家如果想要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护光免费的转换 或是想要在Instagram上面获得购物的功能 一定要用商业扩充套件去安装 好 那讲到这里呢 我们让大家也稍微传口气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留言或问题 好 那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直接来讲就是 呃 常见的问答 好吗 常见的问答 好 好 看看有没有人有留言什么 都还好 好 有人说可以提供开店咨询吗 想了解广告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等一下私讯我们 好 ok 好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这边先准备了一些 就是呃 大家近期内一直来询问Shopline的一些 呃 关于这次政策更新下延广告影响的一些问题跟状况 那我们也 呃 附上一些解答 那如果说现在在看直播节目的各位 如果你对我们刚刚讲内容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说 还有一些呃 你还不是很确定你想要再发问的话 可以赶快先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会在直播的当下来做一个回复哦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广告后台数据消失 加总哪 我也没有数据怎么回事 好 因为最近应该从上礼拜开始大家就会发现 NB的数据没有办法加总 然后可能要到 广告组合 然后广告成绩 然后自己去慢慢算 对 那主要会是发生的原因是因为 以往都是以28天的归因去做计算 嗯 那Facebook强制改成7天之后 我们曾经关闭过的广告 关闭过的广告 广告组合 跟行销活动 全部都还是在28天的状态 对 那这部分的话 还蛮建议大家 就是把所有暂停的广告 那曾经就是可能走期已经结束的广告 都全部把它重开 重新整理之后呢 再把它们关掉 那整体就会把它全部改成7天了 那再重新整理一次下面 就会出现连接的数据了 OK 好 这个就是应该是 近期内大家如果有进到广告后台 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就照Sindy刚刚讲的 就是其实把所有广告充开 然后再关掉 然后可能就会有数据的出现 对 没错 好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受众被限缩怎么办 受众被限缩 那刚刚有提到 因为数据我们都被限制住了嘛 可能在行销类似受众 跟自定受众的部分 都会受到蛮大的影响 那会蛮建议就是大家 多方面的运用自己的会员资料 跟以往的数据 来进入未来的投定 OK 那在这边的话 也是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 所谓叫做受众被限缩 那其实 这部分我们会非常强烈的推荐各位 品牌店家 在观看直播节目的各位 不管是不是小方眼的店家 都建议大家 开始布局你的会员经营的策略吧 因为这个部分呢 其实不论是不是跟广告有关 其实我认为就是在经营品牌的时候 会员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跟项目 那你经营好你的首课就是 你的整体品牌的信赖感也会相对提升 那甚至说也可以培养一些品牌大使等等的 那当然在Shopline这边呢 其实包含到像是说会员的CIN管理功能 或者说一些会员行销的活动 那或者是说我们有自己的广播中心 其实都可以替各位做到非常好的一些站内行销策略 包含到像是说 今天我想要我的会员能够累积的快一些 那是不是我在快速注册会员的部分 提供像是社群快速登入 Facebook快速登入等等的这种功能 或者是说提供会员购物基因 会员点数 或是说会员推荐奖赏等等的方式 去透过我的顾客成为会员 然后还有一方面 甚至是能够让这些消费者 能够有更高的意愿去做下单的动作 那甚至像是我们在今年Shopline 昨天刚推出热腾腾的那个2021 网络开店摆笔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说 在去年整年的这个观察之下 其实有发现到说 如果有经营这个会员跟促销优惠的这个策略的话 其实整体的营收会相较没有经营的人 来的高出非常多 那甚至是转换率也高出非常的多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大家对这个数据跟资料有兴趣都可以 等下小帮手在我们留言区 帮我们留下那个2021网络开店摆笔书的那个下载连结 大家可以一起去观看 好那当然就是像广播中心 Shopline广播中心都可以做到最直觉的这个 这个再行销的发送 像是email啊 简讯啊 line跟face messenger等等的 讯息都可以直接做这个再行销的推播 那相信各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blogger啊 或者是我们的shopline的网站上面 多看一些相关的资料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好下一个问题是动态广告会有影响吗 动态广告其实也会跟以往的数据累积会有些关系 那因为其实我们facebook是 这两个周才开始陆续更新 那实际上的状况 可能我们要看未来我们仔细投的状况来去做调整 对那其实我们也会在后续再去更新说 我们动态广告有没有严重的影响 对因为这部分其实facebook现在还蛮不稳定 ok好 那其实在动态广告这边的话 我们在前阵子在facebook官方文件上面 你有看到就是说一个目录建议就是搭配一支像素 所以说如果你过往可能有拿一个目录 这搭配多个像素的话呢 会建议大家现在开始一个网域八个事件 一个目录一个像素 那这样的搭配配置会是对各位的品牌 跟广告主来说最标准最安全的一个方式 ok好的 好 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 是大家来问说除了刚刚前面我们讲到这些 已知必备必作的这个应该政策跟项目之外 我们还有哪些是可以去执行跟操作的呢 除了facebook媒体之外 其实我们蛮建议大家就是多渠道的去投放广告 那不只在于facebook 可能可以透过google 透过line的方式 用三种媒体互相能去做辅助 对那可能以往我们一直投资在facebook下 可能凑限于我们资料的限制 那我们未来可以尝试 比如说像line的家好友啊 是针对一些会员上的经营 那也会有蛮大的帮助 可以收集一些会员的资料 那也算是一个会员的辅助工具 ok好 那其实在 除了不同媒体渠道的这个布局上面来说 其实相信大家 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只有facebook单一渠道的这个媒体策略的话 其实像教员会非常可惜 对不对 你是专家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还蛮可惜 因为其实facebook是主动的去触及消费者 那其实google比较偏向于消费者 他可能在搜寻上 他其实动机会比较强烈 ok 对可能透过facebook去 不断的去打新客 那用google去做收单 那line的部分来做会员的经营 那用三种不同的媒体的功能来去做辅助的 会对我们的品牌蛮有帮助的 ok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 在媒体的采购策略上面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广告团队来做咨询 因为我们现在广告团队在这个 靠媒体的投放策略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布局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来做这个咨询跟参考 那当然是说如果你是自己投放的话 当然也没有问题 那只是说从现在开始 如果说你只有facebook单一渠道 那建议大家 开始尝试多元的渠道 会对你的品牌整体的发展而言 还有就是这个健康稳定性来说 也是会比较好的 那这边的话呢 相信大家在facebook上面想说 那我难道就真的只有投广告可以做吗 难道只能花钱消灾吗 没有没有 其实在facebook上面我们还是有 就是好好的经营社团 好好的经营粉丝专业 那好好的培养 就是你自己的粉丝跟受众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甚至是说呢 像Shopline去年推出的 Shopline这个社群购物方案 在社群购物方案里面 就有包含到 就是直播购物 跟社群导购机器人的功能 包含到像说 其实我们刚才讲强调说 其实经营会员经营熟课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去提升 我们跟顾客之间的这个信赖感 那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呢 其实透过即时的facebook instagram的直播 都可以做到很好的互动 甚至是收担的效果 那再来就是说 当消费者在私讯你 主动私讯你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做一个24小时的即时回复 那透过聊天机器人的这个安装 那快速的解答你的消费者问题 其实都能够大幅的提升 消费者跟你之间的这些距离感 那尤其是做电商品牌 因为没办法实际借到顾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尤其是像Shopline 在直播购物的系统上面 其实非常的成熟 而且能够提供大家非常多元 像是抽奖啊 跑马灯啊 等等的互动模式 让大家在开直播的时候 能够有效的互动 最后收单也非常的快速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参考我们Shopline的 社群购物方案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直播留言的一些问题 好吗 好 刚刚好像有人问说 就是 没有 验证网狱会怎么样 对吗 没有验证网狱的话 第一个就是 你的广告非常容易被剧灯 这个跟 就是 有没有政策更新也不是太大的相关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验证网狱的话 如果你没有验证网狱的话 其实像 IG购物啊 Facebook购物 对对对 蛮需要验证网狱才可以使用一些功能的 没错 那这些可能 我们在 我们体验当年轻 比较常用IG的时候 在探索的地方 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的购物广告 也还蛮可惜的 对对对 因为购物广告是必须要绑定 那个网狱验证的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没有那个验证网狱的话 也不能选择八个事件 没错 那你有没有转换 对 一定要一定要验证 ok 好好好 然后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一些 跟strapline相关的功能 就包含到 恐怖中心啊 直播购物系统啊 视频短工机器人等等的 或一些CRM的功能 如果说你现在strapline商店后台没有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到商店后台私讯 那个我们的线上顾问 那询问一下 看说你的方案里面 有没有包含像这样的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再多加深入的了解 那我们的团队都可以做介绍 好 有人问说 企业管理的验证网狱无法按 其实就是到Facebook的那个后台 企业管理平台 那复制你的那个验证网狱的代码 把代码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商店后台 就可以完成验证了 好的 好 有人问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很多人有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现场能够替大家解答的 呃 刚有人问到受众线缩级影响 ROS装置受众 Android是否不受影响 目前看起来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难控制消费者 是用哪一种装置 那我们会建议我们是全方面的去调整这件事情 因为像Facebook就直接跟我们说 呃 可能我们要用网验证 然后我们要去用转化API 然后我们要去优先设定八个事件 对 这不管是IOS或是Android 都是同时会需要做这些改变的 那因为其实 目前 以网资料来看 IOS跟Android的系统 其实使用的人都是在各半的 所以其实也不要放弃IOS的用户 对 因为其实 苹果的装置还是蛮多人在使用 对对对对对 无论就是也要看我们贴数真的都是用IOS系统啦 但我觉得比较难 应该差不多各半左右 对但我相信其实这件事情在隐私权政策的保障上面 其实不会是只有苹果一直在推陈出新或跟进 或是做改动 相信在未来 其实隐私权这个资的保护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像是全班这边其实也非常重视 各自消费者的资讯安全 像是在订单明细上面的隐藏个资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都有做很多的保障 那也是提供给各位店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势必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人说脸书现实动态要停了 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知道 我有看到那个通知 好像上面的 反正那个没什么人在看 没有什么人在看 好啦 现实动态把它放到IG的帐号上面去经营好吗 因为其实整个来说用户习惯的体验上面 还是Instagram的用户会比较喜欢这个现实动态的这个版位跟浏览 那大家如果说Facebook这边经营的状况还ok的话 你们还没经营Instagram帐号 考虑可以开始经营 或者是说你的品牌其实比较超流 比较年轻受众的话 也是建议大家也可以投入在这个Instagram这个管道上面 因为像Facebook也是推出Instagram购物嘛 那像这个这些就是版位上面就是提供给大家非常多多元的选择 ok 好 那在这个之前其实还是有人问到说像那个苹果iOS是政策分心 会不会影响到那个LINE加好友广告 LINE的话 因为我们目前有收到一些LINE官方的一些更新 那LINE其实在下广告的时候 他的LINE tag是用第一方的 因为是第一方的数据去收集 那相较影响下会比较少一点 对那其实多少 因为LINE也是在iOS会上架 那其实多少会有点限制 但他们收集大于他们自己的资料库 跟他们自己的第一方的使用资料 所以相较下会影响稍微小一点 理解 好 所以其实在LINE加好广告上面相较影响 可能不会到非常的这么剧烈 对那也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常去加好的广告 可以做一些会员的经营 然后不定期的做一些推波 或者是一些活动的促销 在LINE经营上可以 我们未来可以加强再加上这一块 好 那有人问到就是说 之前可能网站上安装过多度的那个像素 是否需要移除 跟保留现在在用的就好 好 因为目前其实系统上八个优先顺序 其实它没有这个版面没有正式的出现 那我们在Facebook这边可能还要密集的处理这些问题 那像素的部分我们先先保留 然后等到真的Facebook更新之后 我们再看我们要怎么来调整 对但就建议还是一个广告帐号 大家一组上述就好 对还是会建议这样 然后建议一定要网欲验证 嗯嗯嗯 网欲验证这非常重要 对好 如果大家就是对那个网欲验证 还不是那么确定怎么操作的话 等一下我们马上更新我们那个部落格的文章 那等到到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直播结束之后 在那个下方再留言一次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怎么去验证网欲最快速 嗯 好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来看一下 要用问题赶快来 我们在最后保留三分钟给大家问问题 OK Facebook的广告影响是否在Instagram有一样的情况 包含受众设定像素这些 呃因为Facebook的那个广告管理人 就是后台系统其实也是下IG也是用同一套系统 所以其实受众设定跟像素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过往 诶像是可能都不是类 你们可能就只会投IG的那个版位的广告 那这个部分要注意哦 Facebook跟IG广告是同一套的 是同一套的东西 那大家也稍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嗯 一定会有影响一定会有影响 好 那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 因为 呃我们在整体媒体测试会 会建议大家 再做更多人的布局 嗯 然后以及我们更多的这个媒体配置 那如果说现在 嗯 如果说你还只有一个单一媒体渠道的布局的话 会非常的可惜 那像是包含Google跟 呃LINE 其实很多的呃渠道都是能够听获取新课 甚至是留下旧课 然后持续再做回购的地方 好 那当然因为也是在今天是我们一月份的报音之直播节目 那也是呃快要过年了吗 那Shopline 团队在这边想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那也是祝福各位品牌店家 扭转前面 新年快乐 开工生意大吉大利 好 希望各位店家就是在2021年都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生意跟业绩 那Shopline 还是会一直持续陪伴在各位身边 那大家也要持续追踪我们每个月的Shopline放你直播节目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